給我等到喔 哈哈哈哈 要外拍 拍一下 我們還在學 你吃你的不是嗎 另外一種 每次都要 他們不能吃 就變得我們每次都在 每次都在那個 每次都在那個啊 不會很大啊 不會啊其實還蠻大的 可是他用的影片看起來 喔那個照片 你等一下我們走過去看就看得到 就在對面 你這樣走過去你等一下從對面看你就知道 今天禮拜六可能還好 因為是這個時間 你上下班的時候你就看到 他這邊是一排嘛 剛好就在那個車流的步步下面 就車流下面 你看看台北橋什麼機車步步就在這裡 打個招呼吧 嗨 美食之臉 好大家好我是他貓 今天我們帶一個好朋友來這個 大稻城這一帶 我們順便走走晃晃 今天我們來大稻城隨便走一走 然後帶一個高雄朋友來這邊 吃吃喝喝 那隨我的步伐我們出發吧 走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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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條是岩坪北路 我們等一下先帶朋友去蛋糕店 然後迪化街就在這個隔壁 就在這個旁 然後前面還有一家蘿蔔糕也蠻好吃的 真的 只是你沒辦法帶回去 對啊 我講的就是這間蘿蔔糕 我講的就是這間蘿蔔糕 這間 這間真的很好吃 蘿蔔糕 對 就是這間 就是這間 那個老先生 自己推攤子出來賣 他今天賣完了 他只是說你高什麼 綠色應該是高綠色 然後他的瓦雞也很好吃 嗯 他的蘿蔔糕賣完了 要不然這家蘿蔔糕我超推 走吧 你現在買也沒有用 這間媽祖廟前面都是吃的 哇 哇 最有名的也是 我們剛剛吃的那個什麼 蘿蔔排骨湯 右邊這一家 他排隊不同家不同家 你要看他今天不曉得有沒有這麼多 那個旁邊那一家有一家蘿蔔排骨湯 超扯的 這家 這家 這家蘿蔔排骨湯 今天人比較少 他都要去後面排隊 然後有的時候你會看到 他那個排隊的人潮 從這邊這樣一直排排排排排排排到那個 那個獅子那邊 這家 這家我吃過 但是這個我不知道 還有這家我也吃過 這家的豬腳麵線不錯 豬腳味一定很大 這家 好 台北這邊這種排骨湯一堆啦 好像山一樣 這家 這家許家 這家這家 這家 這家豬腳麵線很有名 我吃過好多次了 這家 推薦你吃 這家豬腳麵線很好吃 我很難吃到 純清燉但是沒有豬味 很少很少 他真的一點點都沒有 這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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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家記得 如果你有帶老婆來吃 他就在這邊 他在慈盛宮的前面那個美食街 然後這邊這一整家 那如果你想要吃海鮮的話 我聽他們講說前面那家海產店不錯 但是因為不是海鮮 我就不知道 所以那家我聽到人家講 所以那家也蠻好吃的 走 下一邊 然後我上次跟我老婆 買那個靈甲 這個靈甲 嗯 一顆十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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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看夠貴 這家 我那天去買 我老婆買了五顆五十塊 算柯的喔 算柯的 算柯的 你看那個賣豬腳 好 那台北要看到這種唱片行 少了啦 嗯 幾乎都沒了吧 你現在沒有了 這個台北很難得看到這種唱片行 它有在影業 它裡面還有在賣夾式啊 那種瑕疵的錄音帶 錄音帶 你不知道你看過沒有 沒有 那種瑕疵 大概這麼大的盒子啊 嗯 它裡面還有在賣 它旁邊還有在賣 它旁邊還有在賣 吃的 我在網路上看說 有那個 它在賣 賣唱片行 我看裡面 最紅的 人家是最紅的 它在賣飲料 它就只有在吸的 就這樣說 它就只有在賣 它這裡 說它在賣 它就只有賣 什麼 紅 紅茶而已 古早味 然後這家 肉鬆也很有名 這家 這家肉鬆也很有名 然後旁邊也有一間 這家肉鬆也不錯 還有那個 迪化街裡面 也有一間 也是蠻有名的 也是蠻有名的 大道盒馬上放煙火 就是最前面那個 就這樣走過去就到了 你就可以迪化街走一走 前面就是迪化街嘛 你可以這邊走一走 那邊走一走 然後找幾間 迪化街裡面一堆咖啡廳啊 至少有四五十間應該有 四五十間 那你就一間一間泡 找一間有 有冷氣的 那每一間都有 迪化街裡面至少有四五十間 那個泡杯 四五十間 嗯 我等一下帶你去喝 那個 檸檬 檸檬什麼東西啊 這邊也是很有名的 然後我跟你講 那個蛋糕店就在前面 那個群藝什麼 證券的 那個 你現在看到 榮盈那邊排隊的那個 哇靠 這真的在排隊 嘿 那家真的超強 很扯啊 謝謝 謝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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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就是這個 然後一次進去只能五個人 然後他就一堆了 他就 然後他有限定開禮的時間 這間 這間 但是真的好吃 真的好吃 這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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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間真的好吃 十字軟的那種小餅乾啊 小 就是小甜點 小點心 也很好吃 這間也很好吃 1930年 開到現在 開到現在 快 這家也很好吃 這家我也常常買 上次我跟我老婆進去 我的月餅也是在買 然後 那個上次來這邊買一些小的 要隨便買一買一買 但是這些都好吃 都蠻好吃的 這家 但是這個就可以放 這個就放沒有什麼東西 反正來都來了 就順便講一講 好 啊 如果你有開車來 就可以 但是這邊都是早勢啊 都早上才比較 比較多 這個超讚的 這個都早勢 有點輕 有點輕 這家的韌餅 這家的韌餅 這家韌餅很有名 你看看那個排隊的 另外還有一家那個做油飯 油飯 這邊 這邊隨便挑都好吃 這幾家都蠻有 蠻厲害的 這幾家 這個整個壽司店 這幾個壽司店 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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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家油飯 這家油飯 超級爆炸 今天人少 他平常人超多的 這家 銀河八 這家超多人 今天算少的 今天算少的 以前我來的時候 都排到那個外面去了 就兩盤 對 那個時候就排排排到今天 嚇死人 油飯 還有這間油飯 還有這間米食 這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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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間也是怕死人 但是真的好吃 這幾家我大概吃了 都好幾次了 但是這幾家真的好吃 但是這幾家真的好吃 他的超阿貴真的很好吃 超阿貴 跟我去九份啊 不相上下 這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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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可以放多久 這個 好 好 沒有 要帶回高 高雄 要 好 好 我們出去吧 我們出去吧 來第三 來要帶什麼 我每次來電話街 我都很喜歡吃 不一定是綠豆 不一定心 看了哪一個小時 再講 我覺得 我覺得還蠻 對對對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有有有有 原味的還有嗎 又要什麼 我要兩個 原味的肉桂捲 有 也會有 我要兩個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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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好 前面有一間 那叫什麼檸檬嗎 那叫很好吃 可以解解這個的味道 嗯 嗯 沒有家 它是有肉桂的味道 但是 這家 好吃 這家好吃 嗯 不錯 好 這家的黑糖 不是黑糖 這家的包子跟四神湯 我是覺得它的包子 坦白講我是覺得它的包子還好 嗯 嗯 但是包子的話 就看你喜不喜歡是那種有醬味的包子 它的包子包子是那種有醬的 就是那種 那種肉 有 有醃過 嗯 然後有點有醬味的包子 那我是不太愛吃 然後它的包子真的很多了嗎 嗯 它的包子是真的很多 劉武 我要講 標籤 配金極林魔喔 ok 歐 falou 你剛在動 later 你幹嘛慢慢放回向 有啊 我覺得很帥 他今天特別帥 大道神馬頭其實也有四級 你可以來這邊晃大概可以晃一下 他裡面也有四級 你大概可以晃也可以晃一下 大道神馬尾 淡水八點 可以拿一套來這邊坐一下 是因為漲潮嗎 不是 我也會漲潮 天啊 超久 他真的沒有東西耶 有沒有吃冰淇淋 吃不下了 我覺得有點撐了 你還會有一點撐喔 對啊 這個兩 這個一包 三罐算500 好 好 三罐好 OK好 那蛋我給你架了 說出來 我喝就要給喝 好 來 你趕快要吃 那然後我吃一餐 你趕快要吃 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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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沒位置了 我就說這一間啦 這一間的咖啡廳 這個很好吃 這個蠻好吃的 這個蠻好吃的 我也是 這個蠻好吃的 的蠻好吃的 對蠻好吃的 不然就說 這個蠻好吃的 空間 有 藝有一種 這好像是 可惡 是 最好的 我們今天聽愛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看你了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今天的地险机就到这边结束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感谢你的订阅 我们下期见 再见 拜拜 好 现在带朋友去转运站 他准备回高雄了